前段时间,苹果13上市,苹果公司的热度在先高潮,依靠广大网友的喜爱,苹果公司在中国的收入一直多且稳定。 苹果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积极与中国的工厂进行合作,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但是在前段时间,苹果公司取消了和34家中国企业的合作。 有人说苹果公司过河拆销,如今苹果公司被各个国家制裁,难逃1777亿的天价罚款。 很多网友拍手成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对于苹果公司这种过河拆销的行为,你可以容忍吗? 如果你觉得不可以容忍,请在评论区打上不可以容忍五个字。 苹果公司在手机行业一直占据高位,中国消费者功不可没。 有人说任何一个有竞争力的公司都能够在中国赚到很多钱,因为中国人多地广,是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 如果外国企业在中国搞小动作吃里扒外,被中国老百姓抵制的话,销售量势必会大大降低。 中国消费者为苹果公司贡献了不少消费额。 在苹果公司的发展过程中,始终离不开中国市场。 我们国家非常开放,欢迎所有友好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 现在国际趋势就是这样,不管是经济方面还是文化方面都需要多交流。 苹果这样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受欢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苹果公司来到中国之后可以带来完整的产业链和先进的生产技术。 刚开始的苹果公司确实不负众望,给我们中国的企业带来了很多订单。 富士康作为中国鼎鼎大名的代价工厂和苹果公司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密。 苹果公司在中国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了,所以他们对中国手机行业现状了如指掌。 在这个过程中,苹果公司依靠顶尖的科学技术在中国收获了一批忠实的粉丝。 本来大家对苹果产品充满好感,但前段时间的新闻却让不少人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苹果为了在中国站稳脚跟,在短时间内与多家代工厂公司达成合作,迅速形成了一条严密的产业链。 这些生产公司中不乏中国企业,所以刚开始大家都认为苹果公司是少见的良心外资企业,因为它能够主动的和我们的中国企业合作, 能够带动我们的发展,符合世界发展趋势。 日久见人心啊,后来我们发现苹果公司似乎对中国没有那么友好。 比如说去年,苹果公司在中国出售手机时不再附赠充电器,给消费者带来不便。 一直以来,苹果公司从来不信任中国的高端科技,他们只从中国公司中获取最低端的零部件。 他们用最少的钱从我们这里购买廉价劳动力,因为中国的部分企业确实缺乏尖端科技。 难以依靠自己的力量供应高端零部件,比如说富士康。 富士康前段时间大肆裁员就是因为富士康不知进取,没有技术研发部门,随时面临着被淘汰的风险。 这么多年,富士康一直通过压榨员工实现低端产品的供应。 这些供应不需要高超的技术,也不需要精密的机器,只要有手就能做。 这让富士康在这个市场上毫无竞争力。 最近一段时间,东南亚和非洲的发展突飞猛进。 这两个大洲消费水平低,老百姓工资更低,可以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有很多人认为,苹果公司的代加工合作商会离开中国,转向其他地区。 事实上,我们都清楚,苹果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消费者,但是它完全可以离开中国的供应商。 苹果的总裁库克为了挽留中国消费者的心,曾经向大家承诺不会离开改商人为理事图,挽留消费者的发言并不可相信。 前段时间,苹果公司接连取消了和34家中国供应商的合作。 表面上苹果说不会离开中国,背地里却已经在慢慢撤离中国。 对于苹果公司来说,寻找廉价劳动力非常简单,但是中国这34家供应商却面临倒闭的风险。 这件事情让中国的低端加工厂警钟长鸣,如果我们不想被淘汰,就要积极引进专业人才,研发尖端科技,向华为公司学习,提高自身竞争力。 但让人无法容忍的是,在短时间内,美国公司大面积取消和中国企业的合作,颇有种过河拆桥的意味。 苹果公司在国内一直是大家议论的对象,前几天苹果13刚上市,就被网友抢购一空。 在网络上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看来苹果手机与手机充电器分离并没有影响到大家的购买热情。 但是苹果公司的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各个国家反垄断机构的相关的规定。 在去年,巴西将苹果公司告上了法庭,因为苹果宣布取消附赠充电器。 违反了巴西的反垄断法,根据判决结果,苹果需要上交200万美元的罚金。 虽然这对苹果公司来说并不多,但这只是一个开端。 今年苹果公司再次遭遇变故,苹果公司为了增加自己的手机销售量, 拒绝向其他公司开放苹果自带的支付软件,被欧盟反垄断机构起诉。 如果苹果公司不想被罚款1777亿人民币的话,就必须胜诉。 根据爆料,1777亿人民币占据苹果公司10%的营业额。 现如今,苹果公司仿佛被各个国家盯上了。 有人为苹果辩解,说苹果公司作为一个大企业,业务涉及面广, 难以做到面面俱到,遇到起诉也是正常的。 不管起诉是否正常,苹果公司都必须要承担败诉的责任。 而这些罚款会对苹果公司的收入有极大的影响, 公司业务多并不是被罚的理由, 业务多的公司更要加强自身建设,为其他企业做一个好榜样。 手机出了问题,可以买新的, 公司的发展规划出了问题,可能会影响整个公司的未来。 虽然苹果公司曾经万众瞩目, 但是如果苹果公司不认真改进产品技术, 就很难保持长久的优势。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对于苹果公司这种过河拆小的做法,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评论,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下期我们会带来更多精彩内容。